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8月12日 首先与网友们分享一条今天美国的头条 昨天下午美国司法部长突然做出了一个令各界非常震惊的决定 他宣布任命联邦检察官魏斯作为特别检察官来负责调查 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的相关的腐败指控 那么这件事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因为对于2024年大选而言 共和党攻击拜登最主要的方向 还是从他的儿子亨特在过去的一些商业活动当中 与中国乌克兰等国家存在一些严重的腐败行为 那么这些腐败行为也被认为是与拜登是有关的 所以对拜登的儿子亨特的调查 一直是共和党非常关注的重大事件 那么司法部长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要突然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来调查亨特的这个案件呢 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司法部长任命的这个特别检察官魏斯 对他的前因后果你有一个了解 你才能够理解这个突发事件的他的一些 离美国以外的人很难懂的一些真实的背景 那个联邦检察官大卫·魏斯 他是在拜登的老家特拉华州 一直是从事这种律师的工作 那么到了2018年大卫·魏斯被川普提名任命为联邦的检察官 也就是联邦处特拉华州的首席检察官 那么也从2018年开始 这个大卫·魏斯检察官 他就负责对拜登家族的腐败事件 特别是对亨特相关的一些指控 由他来负责调查 那么这个是川普政府时期啊 一个重大的一个司法举动 那么经过了长达四五年的调查以后 在今年六月 这个联邦检察官大卫·魏斯呢 就与亨特达成了一个认罪协议 那么这个认罪协议的核心内容主要是两条 就亨特他承认有两个偷税的轻罪 同时呢 把他非法持有枪支作为另案来协议处理 同时呢 承诺不再追究亨特的其他的一些涉税的一些指控 那么假如说不再调查他有关涉税的一些指控 那么等于说也是不再追究他其他的腐败 税收洗钱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份认罪协议呢 公布之后 在美国舆论就引起一片哗然 那给人感觉呢 就是亨特拜登的承认两个小错误 而且还不用坐牢 缓心处理 然后呢 对他以前的非法的事都一笔勾销 所以这个认罪协议坦率来讲 在美国社会是争议是非常大的 但这个协议最终是需要联邦法庭来批准的 那么到了7月25日 控辩双方 就检察官卫斯与亨特方面 就一起到了联邦法庭来接受法官的这个审判 那么这名法官呢 联邦法官呢 也是川普任命的 检察官也是川普任命的 法官也是川普任命的 那么这个法官 他名叫诺内卡 是一个女法官 这个法官呢 在法庭上 他们就对于这个认罪协议的最后一条 就提出询问 他就问这个检察官 你们达成的这个协议里面 亨特呢 承认2014至2019的税务问题 也承认使用可卡因和持有枪式的问题 同时呢 你检察官是否是同意 让亨特避免以后其他任何潜在起诉的可能性 你是不是这个含义 那么检察官马上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的意思就这个就达成协议了 你至于其他的涉案 未来其他的对亨特进行的调查和诉讼 那么这个协议是不能够保证的 不能保证再追究他其他的问题的 亨特方面呢 就非常恼火 他说我们谈了几年的 这个认罪协议就是我认这两个税务的罪 你就不再追究我其他的问题了 你怎么突然又推翻 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了呢 那么在出现这种争议的情况下 当天的这个主审法官雷诺卡就说 你们没有对这一项认罪协议是否锁定 或者保证亨特不再受其他的指控 这个你们都有这么大的分歧 所以说这个认罪协议我不能够支持 我法庭不能认可 那怎么办呢 你们双方再到庭下再去协商 等你们协商好了 我再来审议 但是根据美国的法庭呢 即便控辩双方啊 你们协商好的认罪协议 法官他也有权根据法律 做出他独立的审判 他也可以认定你那个认罪协议是无效 那么7月25号法官 驳回了他们这个认罪协议之后 在当庭检察官与亨特方面 又很快又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在表述上 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方案 提交给了这个法官 但是法官他仍然说 你这个还是没说清楚 你们回去再去讨论 过几个星期我们再来审理 所以说坦率来讲 有些报道呢 是说在法庭上 检察官与亨特方面发生了争议 推翻了原来的认罪协议 这个是非常错误的 极不准确的 坦率来讲 他们有分期 但是他们后来又达成协议 但是他们达成这个协议 没有被这个法官认可 法官认为 你这个达成的协议 还是很模糊的 或者是达成协议 有些内容是不严谨的 那么法官在休庭之前 他也表示 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后 再开庭的时候 他也可能会批准 这个认罪协议 也可能不批准 这取决于 他们停后的协商 以及新的认罪协议的表述 所以这个新闻 介绍到这个地方 大家可能应该是有感觉 有什么感觉呢 就是共和党人呢 对这个检察官 卫斯不信任 是有一定理由的 因为站在共和党选民 或者共和党的立场上来讲 他们不同意 在亨特的问题都没查清 还没涉及到中国 还没涉及到乌克兰的情况下 就同意他锁定他的犯罪 不再追究他的其他的一些犯罪 这个呢 共和党认为是这个联邦检察官 大卫卫斯呢 在网开一面 在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用共和党籍的众议长 麦卡锡的话说 他说这就相当于一个糖果协议 就是给亨特送糖尺 那么这个川普提名任命的联邦检察官 大卫亨特 他是不是真的是很倾向民主党 或者很倾向拜登呢 那么有一个案例呢 能够证明呢 他也不是拜登的人 或者是真的是民主党的什么利益 就这个卫斯啊 他曾经在2008年审查 当时拜登参加总统选举的这个募款活动 他就查处了当时拜登竞选团队的 负责捐款的这样一个负责人 判定有罪 就违反了竞选财务规定 所以他跟拜登之间还是有结了梁子的 这个呢 案例呢 你能说他不会站在拜登一边 但是呢 他这个与亨特拜登达成的这个认罪 对协议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他坦率来讲他还都是有一些 对亨特拜登来讲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我们在了解这个大卫卫斯的背景之后 再回过头来 再来看司法部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来任命这么一位特别检察官 所以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玄学的问题了 昨天司法部长他解释说 这个是大卫卫斯啊 他主动请应 他说他在过去几年调查收集了很多线索 他希望能够进一步的调查 他希望能够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 让他能够有足够的权威来做进一步的调查 那么这个司法部长呢 就顺水特意桌 那我就任命了他 这个你听起来好像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还是结合到那个认罪协议 你如果发现了很多线索 为什么出现那个认罪协议呢 当然有些支持大卫卫斯的人呢 也出辩解说 你看他那个认罪协议 他就没有承认说打保票 不再追究亨特 他只是忽悠亨特 先认两个罪 但他并没有锁定 并不保证以后不再追究亨特其他问题 所以说那个认罪协议并不代表网开一面 而且法官在审理这个认罪协议的时候呢 这个大卫卫斯呢 确实也在坚持这一点 他不放弃 还要追查亨特其他问题这个要求 所以这么来看呢 就是昨天司法部长任命这么一个特别的检察官 还是很难看清这个特别检察官 最终他会做什么事 最终会有什么样的走向 他究竟会对拜登 对亨特会出现致命的一击 还是一种拖延掩护 最后让亨特能够逍遥法外 所以从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来看 坦率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判断的 好在美国呢 任何人不可能一手遮天 即便这个特别检察官 他也不可能垄断对亨特的这个调查 还有其他渠道呢 也会促进这方面的一些调查 同时呢 美国国会也会监督这个特别检察官 美国舆论当然更会监督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这件事 以及这件事可能的发展进程 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他弄不好 他会决定2024大选的结果 你比如说他在明年9月份10月份投票之前 突然弄出一个什么阶段性的结果 对拜登不利的阶段性结果 那么就一见封喉了 即便是不审判 也会突然中止拜登的选称 但是如果他一直这样温温火火 像过去的几年一样 外界也不知道调查了什么 也不知道有什么进展 一直拖到大选以后 那么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来回顾今天谈论的这个事 特别检察官 那就明显是在给拜登做保护伞 所以这件事确实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今天国际主流媒体普遍报道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又挥起了反腐大棒 那么今天路德社报道这个标题 他就很有代表性 他标题是战争期间的贿赂是叛国 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 解雇了军队的招募人员 乌克兰领导人表示 腐败调查揭露了军方官员的虐待行为 随着与俄罗斯战争进入关键阶段 执连斯基以全面反腐行动 解雇了乌克兰地区军队招募中心的所有负责人 昨天执连斯基宣布解雇他们 是自18个月前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他扩大了与腐败的斗争 那么有些网友可能就会问了 这个乌克兰各个地方的军队招募中心 怎么会有腐败呢 这个确实是他这个油水还挺厚的 他这个招募中心 他有什么样的腐败的权利呢 他不是说有招兵呢 让你参军的这个权利 你这个不会行贿的 这马上要打仗 有可能牺牲 但是他有一个什么权利呢 他有一个权利是可以认定 你可以躲过这个兵役 因为乌克兰他战争期间 对士林的男性 有强制性的致命命令 但是有些特殊情况 经过招兵这个招募中心认定以后 他可以给你盖章 说要么你身体有问题 要么你精神有问题 要么你有其他问题 可以免除你这个增兵 你只要拿到这个招募中心 这个账之后 你就可以大要大百的不去当兵 甚至大要大百的出国 那么就出现了有一些 有钱有势的人 或者是有一点钱 那些穷人到处借钱 那么就贿赂这个招募中心 他们拿到钱之后 就可以给某些人 开这个方面之门 让他们逃避战争的责任 参军的责任 所以这个油水还挺厚 这个是之前RTS很难想的这种事 怎么这个战争期间 招兵的还很有油水 弄半天 他这个还 的确油水还挺厚 而且呢 所有的招兵中心 都靠这个发了财 所以哲林斯基面对 这样一种普遍的腐败 他就全部解雇 当然他也提出来说 让那些战场上受到伤害的人 残疾军人来负责招兵 但是一提的反腐是 现在是中国人呢 可能是最有反腐经验了 你如果不从制度上来建立 这样一种防止腐败的 这样一种约束机制的话 你不建立一个公开监督机制的话 那么这些啊 残疾的这个英雄的士兵呢 他可能也会去贪污 所以不管怎么样 残疾斯基这次大动肛火 他只能够体现 残疾斯基反腐的决心 另外一个侧面也让我们感觉到 战争期间的乌克兰腐败啊 还是比较盛行的 像四伏主义国家 前四伏主义国家 包括现在的东欧 包括今天的波兰 实际上他们的腐败程度啊 远远比西方国家的腐败程度 高得多得多 那么要扭转这样一个习俗啊 或者扭转这样一个恶习 非一日之功 何况乌克兰目前还处于战争期间 当然这件事是值得称赞的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了7月份的金融数据 那么这个7月份的这个金融数据的结果 让各界啊大胃震惊 真的是惊掉了下巴 他这个数据离谱到什么程度呢 就6月份中国央行啊 统计的人民币贷款呢 是3万亿 就3.05万亿 那么7月份是多少呢 大家可以猜一猜 3.5万亿 比3.05万亿 少一点 2.05万亿 没有 你看可以再猜 1.05万亿 没有 那8000亿总有 8000亿也没有 那5000亿有没有 5000亿也没有 最后结果是多少呢 3459亿 那就差不多是上个月的十分之一 这个就有点开玩笑了 这个 而且7月份这个新增贷款规模呢 是2009年11月以来最低的一个月份 这中国这个央行啊 也 行长啊 这个庞公胜看来啊 这个开局不利 怎么刚当央行行长 怎么这么大起大落的 这个不像是一个国家的数据 这就像是一个这个个体的小贩 突然发了一笔财 或者突然倒了一个大美 作为国家的这个金融 怎么能这么样的过山车的大起大落呢 那么为什么会有开这么大的玩笑呢 就是你中国的经济啊 你从5月份开始 这种反弹的速度啊 突然停滞下来 那么6月份走下坡路 7月份走下坡路 也是一个逐渐走下坡路 整个社会贷款怎么突然拉砸了 突然跌入升股了呢 LT也注意到这两天 就中国的官方舆论呢 对这件事啊 惠魔如生 哎呀 这个事弄得还好像还不太好说 当然官方的也怕这些群众的议论这件事 那么从中国官方解释的来看的 主要是三大原因 LT认为这个解释本身来讲 是没有问题的 他第一大原因的是 7月份贷款规模突然断崖式的下降 主要是因为6月份的信贷大增 因为6月份贷款增加了3.05万亿 这个是有一点初期的高 那么这个理由呢 也不是太令人信服在哪呢 好你如果6月份初期的高 7月份是不是接近正常 接近平常的月份的额度呢 也不是6月份初期的高 7月份的初期的低 从2009年以来最低的 你看这个还是很恐怖的 但是他毕竟讲的原因 说上个月太高了 但实际上呢 关注这个频道的有些网友 在中国银行从事工作 他们在上个月就在这个评论区啊 就做过评论的 LT是注意到了的 所以这个频道里面 坦率来有很多高人的 关注这个频道的 他是上个月怎么回事 就潘公胜当央行行长 为了让银行的数据好看 体现新任行长 来贯彻习主席的讲话指示精神 他们要求这些企业做假贷款 你赶快贷款 我放款 放款了之后啊 你到月底还给我都行 因为我必须要把6月份的 这个贷款数据把它做大 不做大 我这个央行的 我这个商业银行的行长当不成了 我这个资行行长当不成了 我这个信贷员也当不成了 所以造假造出来的6月份的数据 但是没有任何中国官方媒体 或者任何官方机构 来总结这么个原因 或者揭露这么一个现实 所以这是他讲第一个原因 为什么大落是因为6月份大起 但是6月份为什么那么变态的 那样大起 这就没有下文了 好在是关注这个频道的 有一些在中国银行工作的网友 人家上个月就透露了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的是 经济的修复力仍然偏弱 尤其是房地产市场进一步下滑 企业和居民等实体部门的信贷需求不强 这点倒是说的是一个实话 也没找理由 就7月份为什么断崖式的 贷款断崖式的下降 就大家不需要钱 大家没有贷钱的欲望 大家没有发展的欲望 第三条的原因呢 就比较技术性 就中国官方舆论认为 由于6月份不断的宣布降息 什么LPR都在下调各类型的这个利率 那么呢 这就给中国的社会啊 民间他有一个习惯的 他是你越低的话 他越会观望 你越降价 他越会观望 大家看6月份你降息 那我7月份呢 我就考虑你还可能还会降息 我在等你进一步降息的时候 我再去贷款 再去融资 那个时候的成本会更低 那么这个呢 可能只是一种啊 想象 但这种想象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所以说官方舆论的也把这 作为7月份贷款断崖式下降的 第三个原因 那么在昨天公布的这个 7月份的这个金融数据里面呢 他不光是贷款断崖式的下降 就整个的涉容规模 都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 就整个社会的涉容规模啊 他创造了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就比贷款这个还恶劣 所以说你看我们之前分享啊 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曼 他讲中国从股市上来看啊 早就开始了失去的10年 中国股市的股价始终徘徊在2007年 你看这两天又跌回3200点了 就中国这个股市不能高于3400点 一高于3400就要出事 在过去20年 非常脆弱 你看7月24号开完政治局会议之后 哎呀各方面的刺激啊 政策弄得大家感觉希望来了 甚至有很多媒体开始要喊了 这次牛啊是一个巨型牛 什么牛市的骑手啊 已经举起了打响了第一枪 但没几天就烟起火锡 那么股市嘛是一个资本市场的 情绪积累的反应 但是你这个央行的数据 真金白银的数据 为什么形成这样一种 过山车似的大起大落 这个就体现这种治理水平呢 还是很炒出来很炒出来 这不像是一个国家级的数据 这是LTE最强烈的感受 所以对这个金融数据 7月份的金融数据 LTE最深刻的印象还是 就中国央行啊 他还是应该啊 琢磨怎么样 像一个国家级的机构 像一个国家的央行 来管理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 和金融市场 而不能像这样一种啊 令人瞠目结舌的这种大起大落 那微观经济他怎么做呢 他怎么来理解你这个国家经济呢 第六条啊 与网友分享 与这个也有关 也是金融问题 最近可能网友们呢 都出现了 都听到了一些网络上的舆论 这个爆雷 那个爆雷 那么今天 中国的官方媒体 LTE专门去查证了一下 因为PASS一些网民的喧嚣 夸张 专门去查证了一下 就中国的证券时报 也全面报道了 这么一个重大危机事件 就中国央企 中融信托 发出公告 从8月8日起陆续停止兑付 信托产品的一些兑付工作 那么这涉及到3500亿左右的人民币的规模 那么更令中国的有些网民气愤的是 在中融信托宣布 这个停止兑付 就是爆雷了 他们不能够偿付你的本金之外 本金利息之前 他们还在不停的拼命吸收资金 就明知道这个车要翻了 他们还在拉人入火上车 那么到了8号 正式宣布 我不兑付了 没钱兑付了 这个时候 让市场感到很震惊 那么为了解析这个现象 我们还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背景 它也很有意思 你哪怕是没有一点金融理财的知识 你也能够听懂的 而且你听了之后 对你会受教义的 所谓的爆雷 什么是爆雷 坦率来讲 爆雷就是借钱还不了了 我不认账了 这个叫爆雷 这不光是我们谈的信托爆雷 之前比如恒大爆雷 什么是恒大爆雷呢 就恒大在债券市场借了钱 到期以后 应该给人家利息的 他还不出来利息 能不能还本钱的 本钱就更还不了了 好 那么你这次还不了 我下个月再还 下个月还不了 这个就叫爆雷 你包括之前的什么B2B 什么互联网金融 那些都是属于把钱借给别人 别人还不了你了 那就出现爆雷 那么这次 为什么说央企 中荣信托爆雷呢 为什么又是央企呢 那我们黑龙江的网友 可能就更了解一些 这个所谓的中荣信托 前身就是哈尔滨市的信托投资公司 这个哈尔滨信托投资公司 在当年改革七改八改 就落入了黑龙江的这个富豪 谢直坤手上 也就是中国网友 很了解的老牌歌星 上海的歌星 毛阿敏的这个先生 毛阿敏呢 是谢直坤的第二任妻子 这个谢直坤呢 他以前做木材生意 后来有钱了就参与这个国有企业改制 他就把这个哈尔滨的这个信托投资公司弄到自己名下来了 那么弄到自己名下来之后 他又把其中的一些股份卖给了央企 精维纺维纺维纺制机械公司 那么目前这个中融信托 就是哈尔滨信托的这个前身 控股股东 大股东 就是这个央企 精维纺制机械 那么精维纺制机械 次股比例是37.47 他是从毛阿敏的老公手上买的股份 那么排第二大股东呢 就是原来控制这个哈尔滨信托的 毛阿敏的老公 他拥有呢 32.99的 32.99的股份 那么央企控股的这个中融信托 所以被称为央企的信托公司 这个不夸张 不过分 那么这次中融信托爆雷 他主要是因为中职系先爆雷 就他的二股东啊 中职集团 他一系列的金融产品出现了啊 违约停止兑付 那么这个危机就传导到 与中职相关的一些企业 那么就马上就传到这个中国信托了 那么哪些人该为这样一种信托的爆雷担忧呢 坦率来讲啊 这次啊 倒是屌丝啊 可以看笑话 躺平的青年群众啊 可以看笑话 这个中国的危机在升级 在前些年 第一批倒霉的是屌丝 就是P2P啊 被骗 哎呀 各类的互联网金融 这个骗的都是些屌丝 从你的什么淘宝余额啊 支付宝余额啊 那个里面骗一点 那样的几十块钱 几千块钱 但最后呢 人家跑路了 最后人家这个爆雷了 所以说 十年前的时候 这种爆雷的受害者主要是屌丝 那么到了五年前 中国的这个爆雷啊 它就是理财产品的爆雷 就很多金融机构 信托机构 证券公司的一些产品 没有办法兑付了 那么这个呢 就让有一些中产呢 损失了几十万 甚至几百万 这是第二个阶段 就在15年到18年期间 就是中产呢 陆陆续于倒霉 倒很大的煤 那么这一轮信托 纷纷爆雷 你不光是中植系 今天呢 中国的很多国有的信托 投资公司 包括武矿啊 都在辟谣 说网上说 我们这个爆雷 我们没有 很多很多都今天晚上 连夜在辟谣 LT认为呢 他们辟谣可能 也真的可能是被冤枉 但是无风不起浪 因为这个一旦爆雷 它是个全行业 它会传导的 那么这一轮信托爆雷 主要倒霉的呢 都是一些有钱人 或者用他们的专业术语来讲 都是高净值的客户 所谓的高净值的客户 就是你买信托产品呢 跟你屌丝买那个什么 P2P啊 几十块钱 几百块钱 那不一样 跟中产呢 买几万块钱 几十万块钱 理财产品不一样 这个你加入这个信托产品呢 起步价就15万 像这个中植系 它的起步价是3000万 你没有3000万 你别来跟我玩 所以说这一次 中国掀起的这个信托爆雷啊 倒霉的大部分都是高收入阶层 那么高收入阶层啊 坦率来讲 他们都是很有钱的人 也很有市场经验的人 他们怎么会动作 拿几千万来被这些人骗呢 所以我们来有必要了解一下 这些信托公司 它是怎么盈利的 它怎么能够吸引这么多有钱人 把闲钱存到他们这个地方来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中植系 就马尔明的老公 马尔明的这个老公呢 前两天死了 突然死了 他为什么死就心当病 突然发作就死了 那么他这个公司嘛 还仍然在家属在经营 那么他是怎么发财呢 就他这种信托是怎么发财呢 就马尔明的老公啊 谢志坤下面有接近3000家公司 绝大部分是皮包公司 因为他要做这种金融公司的话 他互相倒卖 像这个海航样的 海航下面为什么有几千家公司呢 因为他如果要在资本市场 金融市场骗钱 他必须要成立 眼花缭乱的这些空壳公司 来互相的来负债 互相增大资产负债表 这样才能够对外骗钱 所以谢志坤呢 他就2800多家企业 绝大部分是空壳公司 但是呢 这些空壳公司都有资产负债表 而且数额都很大 所以加在一起 他的总资产才会变得非常大 才能骗到更多的钱 那么在他3000家公司里面呢 大体上就三类公司 第一类公司是持牌的金融公司 他有六家 包括中融信托 中融基金 横色人寿 横帮财险 中融汇气 汇信期货 和天科家豪典当行 这个就与肖建华一样 你看他拿到这么多金融牌照 背后一定是有 副总理以上级别的腐败 或者没有副总理以上的人 关照的话 他拿不到这么多金融牌照 肖建华那个例子就摆在那个地方 他这个呢 到目前为止是一个悬案 因为他人已经死了 有人说是王岐山 有人还说是其他人 但不管是什么人 至少是有一个管金融的国务院的副总理 他才能够拿到这六张牌照 否则根本就不可能 这是一类公司 第二类公司呢 就是困股和仓股的资产管理公司 包括中海 盛融 中职国际 中兴融创 中职资本 首妥 荣盛 那么这些管理公司呢 他没有金融牌照 但是呢 对于非专业人士呢 你又分辨不出来 他给你感觉呢 他又是个金融公司 所以这些公司呢 作为影子的金融公司 他很容易骗到钱的 第三类公司呢 就是控股和仓股的 四家财富管理公司 比如说 恒天财富 星湖财富 大唐财富 高盛财富 那么这些 所谓的财富公司呢 他就是独立于金融机构的销售公司 他就是卖这些信托 卖债券 他是一个门事部 那么他怎么来发财呢 他主要是 把吸收来的资金 投入一些暴利的行业 比如说房地产 矿场 就投这些暴利行业 他给这些人的回报呢 给这些富豪啊 买信贷产品的这些富豪呢 给他稳定的 15%至10%的年回报 你看这个回报这么高 又是马尔敏的老公 所以说很多人就把钱交给他们 但是大家想一想 到了今天 哪里有那么多生意 能够让你躺着赚15%的利润 让你躺着赚10%的利润 你假如你要赚到15% 那么你上游的那些 所谓的房地产呢 所谓的矿场啊 他们起码要赚到 存利润30%以上 毛利起码要60% 才能维持你下游这个 10% 15%的存利 因为他们要交税啊 他在给你分红之前 他要交完他的所得税 才能给你分红 所以上游是不存在了 特别是房地产 可能吗 还有那么高利润吗 不可能了 那么你下游这边的高回报 又卖出去产品了 所以当然就成为 无本之末 无水之源 所以这种暴雷呢 是闲而言 他维持不下去了 他事实上应该早就应该暴雷 因为房地产从2017年 实行增值税之后 房地产就结束了暴利 应该从那个时候 就开始暴雷的 那么呢 他就利用拆东墙补新墙 用借薪还旧 来一直延续的今天才暴雷 但是LT今天也看了一个现象 包括在这个中融 这个信托暴雷之前 仍然有一些公司 把大笔的钱放进这个公司 但是人家在8号宣布暴雷之前 人家又连本带息又取回来了 那么这个信息 LT不是中国的警察 实际上这个是明显是犯罪的 这个就一定是有一些内部的人 内部的人明知道这个要破产了 他再进去捞一把 再用买所谓的信托产品 赶快多捞一笔钱 反正有些倒霉蛋的钱是拿不回来的 干脆把他们的钱都洗光 所以这一轮呢 发达于中植系的这个爆雷 传导到中融 还会蔓延到其他的一些信托机构 和理财机构的 所以他也反映出了一个很古老的一种啊 道理或者现象 无论是屌丝被B2B骗 还是中产被理财产品骗 还是有钱人被这种啊信托骗 它都是一个很古老很原始的逻辑和道理 就人为财死 鸟为死亡 有时候当你看到巨大利益诱惑的时候 你根本不会去考虑他的安全 哪怕这种诱惑 违背了常规 违背了逻辑 违背了基本道理 但是呢 经不起这些利益诱惑 铺唐倒火 飞蛾扑火 当然我们除了看笑话之外呢 更多的要从这种悲剧当中来吸取教训 不要让自己成为下一个这样一种啊 案例当中的笑料 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啊 讨论和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 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评论 人民日报啊 最近发了一篇文章 它的标题是 人不帅则不从 声不鲜则不信 副标题是总书记 用点智慧 那么同一天 同一版 又出了一篇文章呢 是关键时刻冲在前 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嘱托 奋战防训抗洪救灾一线 那么这个报道啊 8号的人民日报头版呢 这两篇报道 很有意思 被广泛认为啊 包括在中国的网络舆论上 广泛认为啊 这个是个高级黑人民日报这个编辑啊 还是有水平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中国舆论都在议论 为什么面对灾害 习主席总是躲起来 不光这一次 华北地区 东北地区的水灾 习主席躲起来 在习主席过去十年几乎 所有的中国灾难现场 他都是回避 不愿意去 那么这个是当前中国舆论的一个热点 那么显然是批评习主席啊 遇到大灾大难了 自己先躲起来 你看人民日报人家专门来写 主席习主席说了 要身先士卒 关键时候要冲在前面 要在一线领导人民抗洪抢血 你看他这个就 你不想当反贼就要当反贼 他就在人民日报引导下 就反思出来一个问题 为什么习主席总是缺席这种啊 救灾 总是缺席这种啊 慰问灾区的现场 人民日报在他这个评论文章里面呢 你看他还专门寒沙色影的 来诱导到领导干部去 就在第一线 他说习主席引用一个古典 说人不率则不从 人不先则不信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 要带头冲在前干在前 这是我党走向成功的关键 如果自己都做不到 公身利刑率先垂犯 又怎能让他人真心信服 甘愿随从呢 你看你如果讲到这个地方 你说啊 人家人民日报讲的是省部级官员 并没有寒沙色影书习主席 那你就错了 你就低估了我们人民日报的这个总编了 你看接下来人家就举出毛泽东的例子 习近平不总想攀比毛泽东吗 人家就点出毛泽东的例子 该文还列出毛泽东说过 点心本身是一种政治力量 希望领导干部 有人不帅则不从 身不先则不信的觉悟 不仅要跟大家一起干 还要干在最前面 所以在网络上 有些中国网民呢 非常大胆的就做出一种评论 说这文章不会有点高级黑吧 哪壶不开提哪壶 这几十年 每遇到大灾 江泽民 朱镕基 胡锦涛 温家宝 至少要到第一线去慰问民众 鼓舞士气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 从来不肯去灾区视察 这不就是文章中说的 自己都做不到 功身力行 率先垂犯 又怎能让他人 真心幸福 甘愿随从呢 所以这篇文章 你看人民日报 他这个编辑 他感觉这种高级黑啊 还怕有一些愚笨的人 联系不到习主席 人家又专门在铜板 又配上一条 抗洪抢险的报道 标题就是关键时刻冲在前面 广大党员干部 牢记嘱托 奋战抗洪抢险第一线 就专门提示 你看那边都是人命关天 在紧急抢险 这边提示领导干部 要率先 所以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就中共党内啊 你看他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些 政治不满情绪 这篇文章 不管他的本意是什么 几乎所有的人 都能够领会到 这个是挖苦 讽刺习近平的 或者在提示习近平的 或者是表达对习近平不满的 那么他这篇文章 他就产生了 直接的一些连带性的反应 那么在香港 有些媒体 包括海外有一些媒体 就西方国家有些媒体 就开始在人民日报的指引下 指明方向下 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习近平 从来都不愿意去 中国的这个灾难现场 从来不愿意去慰问 抢险救灾的民众呢 为什么要缺席 每一场救灾呢 大家就来讨论 这个是不是中共党规呢 不是 你看中国网民也列举 你江泽民也好 胡锦涛也好 但都到抢险第一线 去慰问 你包括美国总统拜登 80多岁也是 灾换现场也得去 唯独习主席人家不去 那为什么习主席 有这么大的脾气 或者有这么大的特权 有这么傲慢 为什么不去呢 那么我听也看了一下 各方面的分析 你比如西方媒体 澳洲广播公司 加拿大的环球邮报 他们都做了同类的分析 就这两天分析 就习近平不去灾区现场 他们认为很简单 就是因为没有选票的压力 就全过程的民主 没有选票的压力 满票 全票 那他为什么要去呢 我坐家里多舒服 所以这个是一个 最浅显的一种理解 他确实 他不去 你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这是没有民主 没有监督 所以他的这个位置 他认为是天选 他认为是终生制 他不再需要努力了 不再需要讨好人民了 加拿大环球日报 环球邮报 他报道中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领导人一直模仿西方政坛领袖 前往灾难现场 习近平不去现场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去年的郑州大洪水 他也没有去 这反映了习近平认为 自己是个高高在上 把控全局的领袖 那么LT呢 对于习近平呢 不愿意去灾区现场 来探究他的原因呢 LT认为呢 主要是有两条 第一呢 是习近平他也许认为 江泽民 胡锦涛 温家宝 那是作秀 特别是温家宝 在汶川救灾过程当中的一些表现 被中国社会称为影帝 他有没有可能认为是 我不去当影帝 这个呢 是有一种可能 但这种认为呢 不一定对 但是很可能是习近平 他会这么想 第二呢 就习近平他认为 救灾只是中国啊 一小部分工作 轮不上我一个超级总统 终身制的领袖 去亲身过问 所以有下面一些人去做 在我的指导下去做 就没有问题了 而且下面人做 就是我做 你比如举个例子 在2020年初 在武汉发生疫情的时候 习近平呢 就躲在北京 派李克强呢 跑到武汉去 但在中国民间 都在批评习近平 这种大灾面前 躲在北京 让李克强去 任习近平突然在接见 谭代赛 世卫组织的这个负责人 谭代赛时候说 我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了防疫 人家是口头到了第一线 所以这个就是习近平的逻辑 就他为什么不去 他认为他不去就等于去了 就李克强去就等于他去 所以他坐在家里 躺在床上 也算去了灾区 也算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这是他的逻辑 也是他的理由 这是第二个方面的 所以说习近平呢 他这两个理由呢 实际上都站不住脚 他就是不想去 他不想去 是因为他不去 他认为不会给他 带来什么样的负面 就谁拿他 没有办法 另外一个方面呢 LT就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习近平不愿意去 再去现场 他不去倒是个次要的 他现在弄的啊 其他人也不敢去 你比如说李强 如果李强 是不是跟他一样 觉得自己是大国领袖 不愿意管中国刁民 中国穷人这点事 见不得穷人 李强有没有这个胆量呢 LT用李强不敢 没有这个胆量 那么李强为什么也不去呢 他这个就是要保持 跟习主席一致 我不能抢戏 我不能够在社会上体现的 比习主席更体察民情 比习主席更关心人民的疾苦 所以说他也躲在中南海 也不愿意离开北京 那么这个就于前十年 习近平躲在北京 派李克强出去就不一样 李克强呢 他也不怕 甚至李克强 他也愿意人民看到 他更体谅民情 他与人民更接近 所以就形成了一些 舆论当中的习下礼尚 那么到李强了呢 他是原生的奴才 习下班的成员 习近平的贴身心服 他没有李克强那样一种志向 他宁愿帮习近平来背骂民 他也不愿意去为习近平 或为他自己去争得民心 这个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要这个口碑 因为这个口碑都是习主席给的 他这碗饭都习主席给的 他脑子里边 第一考虑的不是怎么对人民更好 他脑子里边的第一想法是 怎么让习主席感觉最舒服 所以你看 现在是总理也不去 再去现场了 那么总理不去 副总理去不去呢 副总理恐怕也得谨慎去 你不能弄得好像 总书记主席啊 总理啊都不关心人民了 我副总理啊 这个很体操民情 我爱戴人民 这个做过头了也会有犯罪 所以你看张国卿 他这次到天津到河北到门头沟去视察灾区 他也不敢做什么报道 非常非常低调 一个字都不愿意多说 因为谁都怕抢戏 但习近平呢 是不是什么事都这么低调的 那不是 你比如说在中亚五国首脑会议在西安 人家习近平要办一场啊 唐式的晚宴 要花上千亿在西安 要梦回唐朝 那个排场啊 人家根本不吝啬 根本不低调的 但是呢 跟这些倒霉的穷人这些事 确实是让习主席丢面子 人家不愿意做 那么他这种懒政 他这种傲慢 他就影响到李强的这些人 尽管李强这些人考虑呢 主要是从习近平的感受来考虑 实际上带来的效果也是 国务院也不管老百姓了 国务院总理也看不起老百姓了 就这个事 结果就是尽管李强的本意 可能是因为他要让习近平舒服 但是客观上 总理也开始脱离人民了 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要回答 习近平为什么不愿意去灾区 坦率来讲 他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本钱 因为他攫取了终身制 这么一个保险箱 所以他认为不需要再做给人民看 不需要感动人民 因为人民已经把权力授予给他了 一次性授予他终身制了 这个是习近平傲慢 以及脸是人民的根本原因所在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